最近,郭敬明的新剧云之宇上线了,而女主于书欣也受到了不少程度的讨论,作为被票选出来的四仆之兽,自演剧以来,于书欣就一直被观众吐槽颜值,而新剧云之宇中让他饱受争议的也依然是他的颜值。 于书欣,据说在云之宇剧播前,一向严格的导演郭敬明亲自监督女主引于书欣减肥,声称要把于书欣最美的样子留下来。 因此,当时大家看到的云之宇路透照中的于书欣是这样的,清冷、鲜瘦、气质纯净,一整个百月光女主。 这张路透照一出,网友都直呼郭敬明的减肥训练,让人变化也太大了吧。 还有不少网友纷纷想要郭敬明开减肥营,这个效果显著的让他们都心动了。 而云之宇放出的婚妆花絮中,于书欣是这样的,妥妥的明眼俏皮红衣小新娘,这谁看了不觉得可爱啊? 结果打开云之宇你会发现,实际上瘦下来的于书欣是这样的。 怎么说,瘦确实是瘦了,肩膀都看得出来,但是瘦了之后脸还是那么大,显得头更大了。 而让人一眼惊艳的喜福小新娘,在云之宇剧中长这样。 不是,这和刚刚那些图片是不是差别有点大,这真的不是诈骗吗? 本来脸上纹路就多,秃嘴也明显,结果人家郭敬明导演还偏爱暗暗的画面。 好了,这下崎岖不平的脸部纹路,全部见光丝,显得人老了不少,而且这张脸已经明显能够看出妆容很浓,也很精致了。 但余淑欣一点也不如前面的照片经验,感觉眼妆上的一颗颗珍珠都比余淑欣,我见油脸。 再看看和她差不多妆造的其他女星,同框,只能说化妆师尽力了,毕竟人和人之间还是有差距的。 汪瑶辣平,巧妇也难为无米之吹啊,看看这张照片,五官扁平,依然大饼的脸,真是让人忍不住发问。 我的白月光清冷女主呢,我的名艳俏皮小心鸟呢,余淑欣目前又开极了另一部新剧《永夜星河》。 一看余淑欣分手发的路透图,又感觉还不错,娇俏元气,明媚可爱。 再看看云之雨剧中,感觉像做了颜值过山车。 好了,这下路透都是粉丝精秀的事实暴露了,感觉余淑欣的大粉可以去演个饭圈版孤主一致了。 他们搞个路透诈骗还挺专业的,当然了,余淑欣本人也不赖,她最近又发了新照片,照片里面的她很美,五官也立体。 就是这阴影好像忘了披,有一种诡异的幽默感。 不过,《爱美之心》人间有之,所以也不是不能理解。 毕竟不止余淑欣,之前不少热播剧的小花也难套精修诈骗的名头。 王楚然,最近日热的剧不少,样不少的网友,等待四年的庆余年二也出了预告。 在这部剧中,饰演的王楚然状态引发大量争议。 这是24岁的王楚然,法令文重,脸大,还双眼无神。 再看看同一部剧中47岁的李小冉,在引发争议后,剧组官方还匆匆更换了视频源,给王楚然单独加了绿井之类的。 看起来脸瘦了很多,确实好看多了,但这也只能说明大家都认为和之前的不好看吧。 最好笑的是网友评论问,《庆余年二》是不是给王楚然重新捏脸了? 而在另一部代播剧中,他精修的路透又是这样的,不只是法令文看不见了,气质也清冷,大气了很多,看起来就是一个金贵的大小姐。 不得不说,这路透精修和《庆余年二》的预告里,差距也太大了吧,王楚然的颜值一直都是比较受大家认可。 余秀欣之前被票选为四谱,而王楚然之前是被票选为四美的,但是随着他巨的播出,大家对他的大美女滤镜也慢慢的捏碎了,于是他也被踢出了四美。 只能说四美,美女还是美的,大家不要只是营销大美女了。 任命,之前因为和王楚然穿了同一件披风,有人把任命和王楚然放在一起对比,不过大部分网友可不买账,一边是糊涂生涂,一边是精修,这样的对比谁信呢? 毕竟,观众看到的在玉谷窑中的任命长这样,又大又大的鼻子,赤身的法灵纹,还有只挤在一起的五官,当时的任命几乎被全网抄,而任命自己又真的很在意,于是在一次收工的路上,他盯着粉丝把我拍好看点,因此也有这个原因。 他的新剧景秀暗宁,粉丝路透都看得出粉丝很努力,而实际上他其实是这样的,熟悉的大鼻子,圆润的双刃,圆润双下巴,熟悉的脸不勾合,连网友都忍不住疑惑起来,这张脸怎么一点起伏都没有,美貌全靠粉丝精修,一拍剧一生涂就露出原形,这样的美真的是任命你想要的吗? 杨子,暑假期间杨子的长相思可是罢评了很久,但最终的杨子被多次吐槽脸太肿,充气感明显。 比如这里,杨子的苹果鸡烹的和这个金下巴实在太不匹配,显得又扭曲又奇怪,还有网友吐槽他长得像杜华,不过在战节的精修图里,杨子苹果鸡不膨胀了,和下额线连成的曲线很完美也很流畅,保留了杨子本人的长相特色,但又让杨子的颜值精致的不傻, 其实演员还是需要灵动的五官调动能力的,杨子之前因为脸肿,所以导致他表情调动,偶尔怪异,颜值也因此被超,但由于他的演技和台词的确是很少人认可,所以现在超他的人也渐渐少了,果然实力才是一个演员最大的底气。 赵露丝,作为和余树星同为四谱,同为95流量top的小花,赵露丝的颜值也一直备受关注。 在静修中的赵露丝,又白又美,身材纤细,脸上胶原蛋白满满,而离开静修的赵露丝,没有脖子,大饼脸,身材也大变样。 在去年大日的古偶,心悍灿烂里,赵露丝还被爆出逐针修图。 是,在这个镜头里,赵露丝突然变成了锥子脸,而且下巴和额头严重不适配,看起来十分怪异。 而下一个镜头的侧脸里,赵露丝又变回了肉肉的脸型。 不少网友都表示,心疼现在影视局的后期老师,要知道,偶像剧里最重要的就是演员的颜值, 而现在的演员离开修图就不能看,连偶像剧基本的门槛都够不到。 观摩最近吃到的偷睡漏睡瓜,相信大家对明星到底赚了多少钱又再一次刷新任职。 在流量当道,娱乐至死的惊天,很多明星甚至没有足够的能力, 却已经坐到了很高的位置,拿着无数人几辈子的工资。 你不得不承认,现在的娱乐圈早已不是那个佳作品出竞争的娱乐圈了。 现在的娱乐圈,大部分明星挣钱越来越轻松,待遇也越来越浮夸了。 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审判娱乐圈的颜值的原因。 如果再不对明星苛刻一些,如果明星们再不磨练党力,娱乐圈只会越来越烂。 所以,那些在精修里装模作样,在镜头下圆形毕露的明星们该醒醒了。 明星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